来,告诉我姐姐什么问题啊? 左边的膝盖,颈有事有点痛 我看到一个人挑着最简单的那个担子 就,挑着担子啊,挑着担子就是最简单的 一根棒棒,一根绳子 绳子下面拉着一个 下面有点网垛,网垛外面做了一个边 用木做了一个边,很原始的 很原始的,好像挑着担子 挑着担子的时候,很原始的,来看上去 挑着担子的时候,隔在主肩的时候 加速了左边膝盖的重量 然后你挑着右边的时候,就加速了右边膝盖的重量 我看到一个人好像,总是挑着担子 挑着担子,你说,挑着担子 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感觉那么严重 年轻的时候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虽然年龄正大的时候,这个危害就体现出来了 现在年龄正大的时候,这个危害就体现出来了 就是说,相当于是,年轻时候挑着这个担子 相当于你当年是在挑啊 事后这个担子是拿下来了 拿下来,但是这个东西还在生 临着看,还在减长 还在减长,还在减长 年轻轻的时候,当时好像没多大感觉 相当于一个滋口效应呢 你说,我现在知道了,挑担子会产生一个滋口效应 我现在知道了,挑担子有一个滋口效应 滋口效应 现在当中没在挑 但是呢,以前挑的,相当于现在还在减长 还在减长 但以前挑的,现在还在减长 你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把以前挑的担子拿下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把以前挑的担子拿下来 你说,断东西啊,应该用多轮车或者二轮车或者三轮车都比挑的弦强 对,还加个二轮车,一轮车,二轮车,三轮车,一轮车,三轮车 对,你说,我把以前的担子现在拿下来 我把以前的担子拿下来 对,你说一个,我就记好了 只要使劲的东西啊,只要使体力的东西啊,搬有体力的东西啊 只要有可能,我都用小推车 我记好了以后,只要有体力的地方,我都要用小推车 对,推车,推车有的是要配偶 四个轮车的平板车或者什么其他的 这样啊,记好了以后要搬东西 如果尽量用那个,用个推车啊,不要扛在肩上或者死地起搬 能用推车就用推车,拿不一点点东西啊,尽量的用推车啊 啊,告诉人这个,告诉这个事啊 啊,你心神当中也是啊,以后就尽量少用那个扳的,靠身上扳的啊 哪怕一点点能用推车,能生多少算多少啊 哦 我放过里面,左右两边都有,有退化两个字啊 那退化就说明是,原来已经造成的,不是这支伤力造成的 啊,对啊,对啊,所以说原来,原来,就一直讲到原来的嘛 现在就体现出来了 嗯 同时嘛,也有外伤,同时也有这支伤伤 嗯 两边都有写着退化两个字啊 嗯,嗯 嗯,嗯 我会发一个图片给你看啊 有一种,一个种小推车啊 可以从楼梯上走的 编了一个关,楼梯上可以走的 我还今天,前两天买了一个,今天刚收到,收到 嗯,然后那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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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多开学的时候,让他带到学校去 带到学校的,带到学校,不然电梯的人太多的话就可以走楼梯 楼梯的时候,也可以走到那个,那种推车啊 今天我才前一阵子我这边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看下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图片不知道大小的嘛 一看可以 然后前两天我订了一个 今天再送到 因为出这次进了有没有的钱 现在嘛 接着呢 就个 一个人年纪多大 我们得给你起来 一个嘛 两样分带了 原来出这次 用没有的器 物的器 因为我们的工具都挺满 就那么多 后面这两天也是 能用工具就用工具 不要力气死在身上